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冲向云霄二里的帅气的Sam哥吴振宇 这位潇洒提躺的萌书 日前来到了宁波 与董璇一同拍摄了一个新剧 叫做《慢慢的陪你走》 很多人注意到了 他是脱下机师制服 吴振宇这回是做起了护工 机师到护工这转变真的是很大 不过咱们可是金马影帝 难不住他 来看一下 走走走我跟你聊 熊阳 什么 你是不是故意报复我 我帮我这个行不 你能坐下来跟我聊一下 我不能 那就给我道歉吧 我别人给你道歉啊 因为你误议我啊 你就是流氓流氓 你就是流氓 你就是这样嘛 我就是 我 哎 面对剧里由董璇饰演的 牙尖嘴利的护士沈欣欣 吴振宇演的护工雄员 有些束手无策 不仅被沈欣欣说得哑口无言 就连想要在咖啡店找个工作 都不受老板的待见 这一出戏演得连吴振宇自己 都忍不住最后笑了起来 这服务员我也可以的 清洁多利的 对不起你撞人 我们真不死啊 什么人呢 啊 啊 相当是这样的 连你别走要说 请我带来一下 不是我点的吗 那你喝嘞 那你喝嘞啊 啊 尽管在片场里 董璇吴振宇就好似一对欢喜原家 不过还是上演了一段 萝莉追大叔的戏码 俩人除了豆嘴 亲密戏也不少 搂搂抱抱更是不在话下 这部发布会正开着 俩人就现场演示了起来 我们在这里成全啊 成不了 成不了你 想好的人吗 没有 没有那天真的 我觉得为什么那么轻 他说我挺轻的 是不是给大家很羡慕 抱着你们的男生 别看吴振宇平日里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 其实他可是个大火宝 就连剧名也没能逃得过他的魔掌 竟然被编成了一首歌 不过真别说还挺好听的 慢慢的陈余大叔的美声唱法惊艳的 接下来他从剧组演员那儿 现学现卖来的黄言话唱法 怕是会把你惊吓到 用一个很奇怪的方言唱 黄言 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像几只羊在唱歌 娱乐新天地 宁波采访不到